這個就是退黑激素 這個就是10號客 如果你睡眠不好 退黑激素10號客一刻下去 三個鐘頭大概就會昏昏一睡 但是我今天講的不是要讓你睡不著吃的 我講的是它跟這款營養有關 目前我倒出來給大家看這家退激素 我是不是可以吃給大家看 倒出來退激素這個樣子 看一下退激素 這一顆10號客 以前還有糖果的 那你說哪裡可以買得到 I-H-E-R-V I-H-E-R-V I-H-E-R-V可以買得到 我最近有一個冰人魏小姐 她要買 我說我的快吃完了趕快幫我買 這叫退激素 我試給大家看喔 OK 退激素在這裡 好 出了 我等一下三個鐘頭之後可能昏昏一睡 maybe兩個鐘頭 那我今天講的並不是幫助你睡覺的 我當然有些控誤認明會用推激素去調整食材 比如說現在回到舊金山 可能是舊金山是晚上的12點 是台北的12點 那這樣子的話 她那邊白天12點 中午12點就打合睡 她中午12點 那邊晚上12點 是相當於台北的12點 那白天的12點 她當然就睡不著 所以就退激素 那退激素在日本的塔木納 她很喜歡做退激素的研究 她甚至瘋狂到說 把退激素加到配在培養裡面 可以增加四管營養成功率 韓國的威山大學 日本的塔木納做很多退激素 那你說何以退激素 這個是十毫克 十毫克 這個一個十毫克 美南透明 你如果常常逛好市都你會認得這個牌子 很多進行食品都是natural 這個牌子 美南透明就是退激素 退激素有2.5毫克 5毫克、十毫克 你如果要買iherb要買的話 加上順風 順利的順、豐富的風 要加5塊錢港幣的運費 那退激素可以增加四管營養成功率 的研究非常的多 為什麼它可以增加四管營養成功率呢? 因為它可以讓丸子的品質變好 所以1.如果你是高齡 2.如果你四管營養老師失敗 3.如果你的胚胎品質都不好有碎便 所以退激素可以增加四管營養成功率 也可以增加四管營養成功率 提升五個月